從現代的工業安全或科技的風險裡面 我們會多過幾乎幾乎 但事實上有很多是英國不明確的地方 那英國不明確的地方可以用我會收聽來說 英國不明確的地方 事實上就是一個社會的確定 那我事實上將這一次的高雄石化細胞 類比是2010年伊蘭大學 兩台陸客的遊覽車調到這個山谷裡面 是類似的 如果當時的風險資訊是統整的話 如果當時是不讓他從花蓮發車的話 這個事件就不會發生 那我要這樣講的就是 這是一個預防性原則的概念 那從這次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 我舉幾個小例子 就是說為什麼整個從 我覺得從整個各界 在這個整個風險的管理上 風險資料上的預防性原則是不順便的 或是沒有這樣的一個預防性原則 第一個我們看到 當7月31號的時候 晚間8點多的時候 這個華運送料到這個李長榮的時候 這個抑壓是抑茶的 各位看到從40降到13 從每小時24噸降到19 因為專業的人也不會發現 這有抑壓異常的視力管線洞洞 那當然這個我們可以從李長榮的說詞裡面說 經這種事情經常發生 所以他們在做測試 測試了以後沒有事情 他們認為沒有就繼續在供量 但是如果第一個 如果在李長榮的話 供裡面或是在華運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預防性原則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停止送料 做比較煙的解釋 第二個風險資訊 如果這時候有一個統治的機關 無論是他通報市政府 或是市政統治的機關知道 事實上在這幾小時裡邊 高雄市區前陣已經冒了 這個人口那已經冒了白煙了 是不是要做一個非常快速的 一個斷期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華運還是繼續 他們現在講說是一個投手一個虎手 繼續在停了又運氣 停了又運氣那樣一個階段 第三個我想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這兩邊暴露出來 一個管線二二三十年沒有人回修 現在來推整到底是中有固責 還是是比昌榮還固責 那這是不是印證了剛剛學總教授講的 那一定會報 這也是一個非常情況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爆炸後兩天 我想在協調會上或在現場上 忠實化才說現場還有屏息存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自救難人員與這個 是這個屏息爆炸可能性的一個高風景 所以這些預防訓練者 都沒有進去我們的整個 整個社會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就是說今天各界都在檢討說 為什麼在那個急難的 在那個緊急的三小時之內 高雄市的消防區先進去 環保區到了 然後再來這個環保區的這個毒物管理到了 9點他們大概是10點半到 為什麼在這裡邊沒有測出相關的氣體 所以說怎麼樣的方法 那個蔡教授提到了非常好的點 也是這個整個因應風險的一個架構裡面 一定要去想的 可以確定風險的時候 就是需要這樣做 美國其實最新的做法就是 充分倒資風險下的土地利用 來因應這個環線風險 完全就是遵循這樣的方式在做 所以是很重要 那什麼叫做房金三小時 房金三小時就是說 趕快找到原因 然後就能夠斷然處置 那大家還是回到我提到的 當高雄市是一個大工廠的時候 總公司在哪裡 六星兩千多公頃 它有一個總公司 六星火災的時候 有上一次有到二十幾家廠 要一起停止生產 誰來下命令 它有一個中控市 高雄如果這麼多的管線 把高雄的這個區那個區 變成一個大實化的A區 17C區 請問它的中共是在哪裡 當然不在市政府啊 市政府怎麼知道 它要生產屏溪 它要用屏溪去生產什麼 那現在關掉 會不會引發危險 這是要工程師的決策呢 所以那三小時是 就是我們的政府放的煙霧蛋吧 只有工廠本身有辦法 接觸生產 就是說我現在要來引力 所以對高雄市政府 賦予這個不實際的期待 是困難的 那個地方有從此 有三個管子通過 有送信的跟跟這個接信的 有不同的公司耶 所以大家就知道那個複雜度 一個管線通過市區以後的複雜度是很困難 所以所有的工部門唯一能做的就是減災 它沒有辦法源頭去處理 所以大家不要這麼想像說可以這樣做 那這就是為什麼把管線拉過去一個都市 到另外一個工業區的複雜度 碰到這樣的困難的時候 難道我們不思考說真的不要通過 不然下次還是要告訴我們 高雄市長可以叫五六家工廠 在一分鐘裡面停止生長 他哪有 他有什麼資訊可以做這個決定 這個實在是非常外行耶 怎麼可能這樣做呢 大家想想看從這個事情 那這樣的後果就是說 旁邊的人要減災的人 都在非常大的風險之下去處理 因為最有效的方式它是沒有權力下的 不是嗎 聽說這個很多工廠現在還在生產 你就知道那個行政部門是沒有辦法 對這個生產部門有那麼多的這個權利 所以這個是要還是要通律師通 就是說這個關子穿過工廠的圍牆到社區以後 這一段如果叫做工廠的時候 那一定要有一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我認為是幾乎是不可能建構的 如果你牽涉到據說的七十幾萬人 那七十幾萬人都是工人 不是嗎 你要像工人一樣把它撤退 這個剛才教授講的常年都要演習 要配備給他防護設備 這才叫做工人 可是我們之後就告訴他 要像工人一樣去撤退 那當管子走在大馬路的時候 大馬路又是個撤退點的時候 請問這樣的撤退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那如果大馬路不能撤退 那高雄的巷子裡面要走到哪裡 那巷子裡面沒有管 那走到另外大馬路又是管 太複雜了 我就想說想到這麼麻煩 最好不要 沒有人可以設計一個完美的系統 安全車隊友人也在高雄 在這樣的一個地區 大家想想看看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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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